这期继续讲狂销第47篇,秦天从方亚丹手里接过长头发,自己看了看,再瞟了一眼方亚丹的头发,发现和他头上的头发一模一样,尾部有一点小卷。秦天故意放在鼻子下闻了一下。 不对吧?方总,我怎么从上面闻到了你身上,那种熟悉的紫罗兰香型的香水味啊?一个头发上怎么会有香水的味道? 方亚丹知道被他识破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他觉得与秦天开个玩笑,无伤大雅,但如果继续没完没了地胡扯下去,恐怕会让秦天觉得自己太不靠谱,于是微笑着坐下来。 方亚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合作协议书递给秦天。你先看看,同意的话就签字,我们就算正式合作了。 秦天一看,协议书最关键的部分,也就是涉及到双方的利益分配,协议书上写的,和他们昨天说的完全不一样。 昨天晚上,秦天一开始说,如果明山那块地能拍下,不管方亚丹入多少股,他另外在多给股金的10%,方亚丹还不同意,他非要加股金的20%。 尽管秦天觉得他有点贪,可为了明山的那块地,尤其是为了能够对付范建明,秦天还是答应了。 然而他现在看到的协议,方亚丹却没多要一分钱。 也就是说,方亚丹入多少股,到时候那就按他的股份比例分红,绝不多要秦天一分钱。 秦天想,这才像是方亚丹的做人,昨天他看起来那么大气,实际上不仅斤斤计较,而且很贪,今天才应该是真实的他吧。 秦天不得不对方亚丹另眼相看。 方总,你这是? 方亚丹面无表情地说道,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你不缺那点钱,我也不缺。 那是,那是,问题就像你昨天说的那样,你已经决定跟范建明合作了,我让你更衔一辙,你总得为了点什么吧? 很简单。 俗话说得好,久逢之遗隐,诗相会人吟,明知道我跟范建明夫妇是同学,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好朋友,你却敢于向我发出邀请,证明在你心里非常看重我,就凭这一点,我也要给你我彼此一个机会。 说得好。 秦天真心感慨道,我见过的女人,绝不在两位数之下,你是我所见到过的,觉悟仅有的性情中人,佩服之至。 方亚丹问了一句,明姐和吴文丽呢? 吴文丽也算是生意厂商的女中豪杰,对商业机会非常敏感,但没有你好爽。 至于明姐,她是社会上的人,打打杀杀可以,坐下来谈生意,那就是个棒锤。 那昨天你脖子上的口红,是明姐留下的,还是吴文丽留下的? 秦天昨天脖子上明明没有口红,方亚丹居然还拿着说是,秦天明白,方亚丹是问她,究竟是和明姐,还是和吴文丽有一腿。 秦天也是情场高手,她知道,面对什么样的女人,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不管方亚丹表现得多么矜持,多么大气,多么豪爽,但从昨天和今天的做派来看, 秦天已经明白,她对自己有好感,恐怕还想跟自己接触一下,如果情投意合的话,说不定还能成为,夫妻秦天已经很少对女人有那种想结婚的感觉了。 其他的女人不用说,即便是董明霞,秦天看重的是她父亲的地位,至于和董明霞本人,她完全是耐着性子迁就对方,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觉可言。 方亚丹就不一样了。 三天见三次面,每一次都能让秦天出乎意料,耳目一新,这一点非常重要。 说穿了,方亚丹在秦天的眼里,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女人。 虽然方亚丹的骨子里,都透射出女人天生的妩媚和性感,仿佛就是天生的座台小姐的料,但她高贵典雅的气质,却是任何座台小姐都无法比拟的。 毕竟那些座台小姐,都是为了钱,出卖自己的美貌和青春,可方亚丹不一样,她不仅不缺钱,而且不是一般的不缺钱,所以没有一个座台小姐能拥有她内在气质的百分之一。 秦天真的动心了。 之后会不会变,恐怕没人知道,但至少在这一刻,她愿意和方亚丹共同努力地走到一块去。 正因为如此,她不想在方亚丹面前说假话。 方总,实话实说,虽然昨天我脖子上没有口红,但我的房间里,却是有两个小美女,不过她们都是坐台的,是我从省城带过来的,但昨天,已经打发她们走了。 我去,一个不够还要两,而且还是从省城带过来的。 方亚丹一脸惊讶地看着秦天,心想,她那方面,得有多厉害啊。 秦天看到她的表情后,立即笑道。 说实话,我也不是真的需要两个女人,只是我毕竟是秦氏集团的当家人,又是第一次来江城,总得装装面子吧。 在实话实说的同时,秦天也是为了告诉方亚丹,她和民姐、吴文丽都没有那种关系。 毕竟在江城,现在除了方亚丹之外,秦天只认识民姐和吴文丽,她不想让方亚丹误会。 方亚丹又问道,你把两个小美女送走,该不是为了追范建明的老婆李倩倩吧? 如果是的话,说不定我还可以帮忙。 秦天笑道,方总又开玩笑了,要说,玩玩是另外一会时,以我秦家的实力,我却抢别人的老婆,做别人的接盘侠,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那好端端的,你怎么,又突然不想装装面子了? 因为方总呀。 现在跟方总合作了,我想在江城,我已经有足够的面子了,用不着再去装。 几个意思,你这是把我当成了座台的。 秦天赶紧解释道,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想说,以方总的品位,当然不希望和一个成天跟座台女泡在一起的人合作。 所以,在来这里签订合作协议之前,我必须把自己打扫干净,以表示我对方总的尊重。 切,都是千年的狐狸,跟我玩什么聊斋啊,方亚丹的问话,已经让秦天觉得方亚丹对自己充满好感。 秦天的回答,同样让方亚丹感觉到秦天是准备追自己了。 方亚丹微微一笑。 既然协议没什么问题,那就请签字吧。 下个星期一,那快递就要拍卖了,签完协议,我们等会就去交保证金。 OK。 秦天立即掏出钢笔,在协议上签字,而且方亚丹还拿出印泥,两人都按下了手印。 秦天一边用抽纸擦着手,一边笑着调侃道。 方总,我怎么觉得刚刚我们是签了结婚协议啊? 方亚丹微微一笑,起身走到秦天的身边,把秦天从椅子上拉了起来,然后挽着他的手臂说道。 OK,那我们现在就是领证。 秦天笑了笑,有些春风得意地跟着方亚丹离开。 他当然清楚,方亚丹可不是要跟他去领证,而是要到图管局去交净拍保证金。 他们出门的时候,方氏集团的员工才明白林洪涛怎么突然离开了。 虽然他们没有人知道秦天是谁,但就外表而言,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不论是年龄长相还是气质, 方亚丹和秦天是绝配。 大家心里有数,林洪涛等于就是方亚丹养的小白脸,不过就算和张国栋相比,秦天也要甩出他好几条街。 也许两人的长相和气质都不相上下,但秦天的自信是张国栋永远都具备不了的。 这些员工都认识张国栋,也知道他跟方亚丹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祝福方亚丹和秦天,毕竟他们才真正称得上是郎才女貌。 他们俩在图管局交了保证金之后,出门刚好碰见李倩倩和吴文丽。 李倩倩虽然心里有气,可也没霸道到想去出方亚丹的洋相,毕竟面对方亚丹的时候,他还是有些心虚。 然而自作聪明的方亚丹更是作贼心虚,为了避免李倩倩在秦天的面前让自己难堪,居然挽着秦天的胳膊,主动跟李倩倩打招呼,还让李倩倩把晚礼服和项链的钱扣下。 秦天一听晚礼服和项链的主人是李倩倩,居然在心里一想着李倩倩穿上晚礼服的样子。 他想,如果李倩倩穿上这套晚礼服的话,虽然不一定比方亚丹更艳丽,但绝对比方亚丹更庄重。 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见过太多艳丽女人的秦天,貌似对庄重的女人更有兴致。 他甚至在想,如果自己能够娶方亚丹为妻,然后让李倩倩做自己情人的话,这辈子就真的没有什么遗憾了。 上车之后,方亚丹的意思是让秦天跟他回办公室,接下来两人要好好商量那块地的事情。 秦天反而不急,非要去先看看方府,而且告诉方亚丹,礼品都买好了。 方亚丹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这是想先拍拍未来岳父的马屁。 这么多年来,方亚丹还真的没带过男人回家,也没人给他父亲送过礼物。 最主要的原因,当初除了张国栋之外,方亚丹还没跟其他男人当过真。 而张国栋的家境出身方父并不喜欢,其实就算方亚丹把张国栋带到自己家,恐怕他也不知道该买什么礼品。 而且买礼品的钱,大概也是要方亚丹出的。 听到秦天要去看自己的父亲,方亚丹心里非常高兴,嘴里却说道。 我看还是算了吧,从来没有人买过礼品去看我爸爸,你这么从天而降,弄不好我爸爸把你当成他未来的女婿,那可就完了。 秦天已经明白了方亚丹的话外音,嘴里叫他别去,其实心里还是想他去,而且等于是把话给他挑明。 你要真想去,就要准备着我父亲把你当成女婿,如果你没有那个想法的话,那最好还是别去,到时候别弄得大家都难堪。 秦天已经对方亚丹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何况他刚刚又对李倩倩起了邪念。 不都说这个年头最要紧的,就是防火防盗防闺蜜吗?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是不是妻子或者女朋友的闺蜜,对于男人来说,更容易得手呀。 所以,不管是因为对方亚丹的好感,还是对李倩倩邪念,在明白方亚丹的话外音后,他决定正是追方亚丹了。 还有这么好的事,去看看你父亲就能被他当成女婿。 这样的话,那我就天天去看伯父了。 晕。 不愧是老司机,立马就改口称,伯父了。 不过话也说回来,你晴天是老司机,我方亚丹也不是刚考驾照的,想开车的话就开呗,就看到时候,咱们谁开得过谁。 方亚丹会心地笑了笑没在吭声,心里却在想。 和林洪涛在一起的时候,自己总想着身体的接触,晴天不错,居然激发了我与他思想的碰撞。 方亚丹觉得他和晴天的这盘棋开局不错,接下来就看能走多远。 他们来到放假之后,晴天把后备箱打开,里面全是中老年试用的高档补品,其中还包括茅台酒和中华烟。 方亚丹并不看重晴天花多少钱,因为这点钱在他们眼里,简直就连九牛一毛都谈不上。 他是发现,晴天用了心,买的这些礼品,貌似都是他父亲喜欢的。 因为礼品太多,方亚丹都不得不帮忙两只手提着。 方复知道秦氏集团,在省里办事的时候,也在有些场合见过晴天,但没有说过话。 今天看到他上门,而且两个人四只手都提满了礼品,方复笑容满面,心里更是乐开了花。 他当然,也不是看重这些礼品,而是觉得自己的女儿,这次算是找对人了。 如果是普通的朋友,哪怕就是合作的伙伴,晴天来看他,最多只会象征性地买些东西,毕竟双方都不缺钱。 可看到这么多礼品,方复心里有数,晴天这是要追自己女儿的节奏。 他甚至都没招呼晴天坐下,立即吩咐家里的保姆多做几个菜,今天有重要的客人来了。 晴天没想到方复这么热情,而且从方复的眼里,晴天已经读懂了一切他相信,不仅仅是方亚丹搞定了,方复好像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未来的女婿。 方复自己喝茶,却亲自给晴天冲了一杯速溶咖啡,这让晴天倍感亲切,觉得方复绝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懂得年轻人更喜欢什么,而不是把自己的喜好强加于人。 三人坐下后,方复开门见山地说道,你们能在一起,合作我很高兴,是不是已经看上了什么更好的项目? 晴天愣了一下,反问了一句,伯父,亚丹没跟你说吗? 我们准备合作,把民山的那块地拍下啊。 晴天尴尬地笑了笑,解释道,亚丹,咱们搞房地产开发,合作小本生意是一个道理,主要是为了赚钱。 啰嗦,方亚丹呵斥地打断他。 想跟我上课的话,以后有时间再说,我就问你,230万美亩拍下那块地,到底会不会亏? 晴天反问道,那我问你,你这辆法拉利跑车多少钱一辆买来的? 480万。 OK,如果两台一模一样的法拉利跑车摆在那里,一个地方卖480万,一个地方卖960万,你买那一辆。 方亚丹一下愣住了。 晴天这才解释道,民山的那块地,如果按照江城城区的地价推算,起拍价最多90万,能够在100万左右成交,对于市里来说,已经很满意了。 当然,作为卖方,他们当然是希望卖得越高越好。 市里在准备卖这块地之前,高领导就到省城找过我,当然也找过其他的公司,甚至我还听说,他们还组织了招商团前往京城和沿海城市招商。 如果我没判断错误的话,市里再得到了一些,诸如我们秦氏集团这样有实力的大公司,愿意来江城发展的信息之后,才把这个价格提到了120万,本身就远远偏离了这块地的价值。 我们公司的团队,进行了实地考察,就算是我们或者是其他大集团来开发,能花130万,就已经是这块地的天花板了。 考虑到有可能恶意竞争,充其量,我们再加个10万到20万,在网上就是扯淡了。 范建明初的这个价,他根本就不是在拍地,就像伯父刚刚所说的,他完全是在败价,甚至我觉得,他还担心败价的速度不够, 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家败完。 方亚丹这才明白,为什么之前李倩倩一再鼓噪着,势在必得,周亚平都只把价格的上限定在150万每亩,那是有一定的依据和道理的。 原来那块地的价值,最多只有90万,只是是你觉得,有外面的大集团过来,在原价上加了40万,使得那块地的价值,一下子多增加了8000万。 说起来,已经够坑人的了。 范建明倒好,把价格的上限定在了230万,如果真是用这个价格成交的话,和市里最初想象的90万价格相比,这块地足足多赚了将近3个亿3个亿,是什么概念? 如果这块地总投资在7个亿左右,就按目前开发市场的行情,整个项目从动工到销售完毕,前后至少要8年的时间。 就按1比1的利润算,8年可以赚7个亿,却要平白无故地多拿出3个亿给市里,也就是说三年白干了。 这还是基于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在未来的8年时间里一直平稳,或者呈上升趋势。 如果下滑的话,那可就真要亏得干干净净。 因为买涨不买跌是人们的普遍心性,一旦整个房地产市场下滑,你越是见价卖,别人还越是不满,因为大家都等着抄底。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城市里,有许多有实力的开发商,开发的楼盘也不下,结果还成为了烂尾楼的人。 如果资产不是十分雄厚,甚至是在外面高息贷款投入的,一旦房子卖不出去,债权人又逼着还债,那么等待它的结果,不是外逃就是轻盛。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普通人,看到一栋栋大楼,一个个小区放在那里,烂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 大家都会想,这么一栋大楼,这么一个好小区,随便怎么卖都能把钱收回来,老板为什么要跑呢? 很多事情都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没钱有没钱的苦逼,有钱有有钱的烦恼。 许多原本可以称得上是财富帝国的企业,往往在一夜之间变成负债公司,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资金链断了,可以说兵败如山倒,党都挡不住。 方亚丹明白了这个道理,其实除了高价的风险之外,任何投资还有市场走向的风险。 如果只是单纯的多亏一两个亿,这种能够预见到的损失,贪薄到几年,好像也不是那么致命。 可一旦出现整个市场的下滑,那就真不是多赚少赚的事,资金实力稍不雄厚,就有可能加破人亡。 方亚丹还是有点不服气。 既然你都知道,那快递最多值90万每亩,现在市里把竞拍价定在120万每亩,那你为什么还要竞拍? 多付出这8000万,难道不一样存在着你刚才说的风险吗? 秦天解释道,毕竟我是高领导亲自招商来的,我就想,如果没人竞争,我就用起拍价拿下,如果有人竞争,我最多也只会出到130万。 考了到范建明有可能与我赌气,恶意抬价,那我最多只会出到150万,再多,我就是傻子。 方傅这时对方亚丹说道,听见没有,这才像个行家说的话,你们开会的时候,周亚平不也是提出这个价格上限吗? 而且就是这个价格,也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 秦天接着解释道,我的意思很简单,把这块地拍下来之后,回头我会去找高领导要政策,毕竟这块地的地价太偏离了原有的价值,如果市里不在政策上有所扶持,那这个项目就成功不了。 高领导是新一届的领导之一,他想在本届做出点成绩,假如他手里的第一个项目就失败了,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我的失败,而且会影响到整个江城房地产开发,城区里的地价,恐怕不会因为这块地水涨船高,反而会因为我们的失败而继续下滑。 这一点,不管作为高领导,还是市里的相关部门,他们比我们更清楚,甚至可以说,甚至比我们更不希望这块地的运作失败。 方亚丹这时问道,既然你能要政策,那地价再高一点有什么关系? 秦天笑道,亚丹,你这个问题又绕回去了,凡事都有各度,政策也是一样。 在一定的价位之内,好的政策能够帮我们减少一些损失,但如果我们花费的是天价,别说我们,就是市里自己开发也要亏得一塌糊涂。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不合作了。 谁说的? 多你马到了手的大美女,我还能让你像煮熟的鸭子一样飞了。 秦天赶紧解释道,合作是必须的,就像我们进门的时候伯父说的那样,我们还可以看看, 有没有其他的项目可以投资。 再说了,范建明要是出这个价格把地拍下来,那我们就坐等,他死翘翘。 到时候,全江城的地价不涨反跌,我们就可以捡钱了。 方亚丹脱口而出。 你想多了吧,那只是价格的上限,万一没有人跟他竞争呢? 嗯。 秦天和方福同时愣住了。 是啊,范建明只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而已, 尽管这种准备在业内人士的眼里,简直就是一种笑话,但如果没有人竞争,同样是能够拿最低的架拍下这块地啊。 包括黄汉斌在内,像秦天和方福这样的人,不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只是范建明定出的上限太过离谱,大家都把他当成了疯子,几乎不愿跟他竞争,却忽视了方亚丹所说的这种可能性。 其实,范建明希望的,就是这种结果。 这就好比两个人打架,不管对方再厉害,一旦惹毛了你,你都会豁出命去拼一下。 但假如明知道,对方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且是个五疯子,恐怕这个世界上搏击高手,恐怕都会绕开对方的。 谁还会想到,在家里摩拳擦掌,准备跟五疯子大干一场。 范建明的计划几乎实现,却因为方亚丹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不仅提醒了秦天,而且连方福都醒悟过来。 难道这只是范建明故意放出的烟幕?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范建明岂不是太可怕了? 他压得连合作者都要欺骗,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出来的事。 问方福,伯父,你说,这是不是范建明放的烟雾弹呀? 他是故意用高价把竞争对手拳下跑,然后坐享其成地用最低价把地给拍下来。 方福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我不了解他,但如果这真是他的计划的话,那这小子还真是不简单呀。 秦天转问方亚丹。 亚丹,范建明说的这个价格,真的是你们这儿八斤开会讨论的。 那还有错吗? 方亚丹说道,本来周亚平定到的最高上线为150万美亩,后来吴文立发言,说什么你们省城的地价比江城高多了,而且你习惯于大手笔,他估计你能出到200万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范建明还修会了20分钟,在让我们把骨精混入账上之后,才爆出230万美亩的价格。 秦天眉头一皱,他没想到范建明出的这个价格,居然还是吴文立给抬上去的。 秦天心想,敏明姐说过,吴文立的未婚夫张国栋,过去跟李倩倩和方亚丹都谈过恋爱。 好好的,吴文立怎么就可能与他们合作,难道是想故意吭他们吗? 恰好这时,保姆把饭做好了,方姆也帮着一块把饭菜端了上来,正招呼大家吃饭的时候,秦天却掏出手机走到梁台上,拨通了吴文立的电话。 吴文立此刻正在民山小洋楼里吃饭。 本来他中午是要离开的,可李倩倩跟他越聊越来劲,硬是把他留了下来。 他们正坐在桌子上吃饭,吴文立看到是秦天的手机之后,大大方方地看着方亚丹、周亚平和陈玲玲说道。 是秦天打来的,我到门口去接一下。 李倩倩和周亚平都点了点头。 吴文立走到门口之后,李倩倩叹了口气。 哎,真是人品呀。 建明认识吴总裁几天。 我们认识方亚丹多少年了。 结果背叛我们的,居然是方亚丹,真是人心隔肚皮难以琢磨呀。 周亚平也感叹道。 是呀,吴总这人真不错,不管是看人看问题,还谈看法提建议,都特别冷静,也特别理性,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恐怕他也是,看中了,我们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在决定始终和我们共同发展。 陈玲玲心里却想。 屁! 范建明要是没睡他,我把陈字倒着写。 这倒不是陈玲玲比他们两个更聪明,而是什么人从什么角度出发的问题。 周亚平尝试过勾引范建明,结果虽然不说是自取其辱,至少范建明从来就没搭理他这个茶。 所以,在周亚平的眼里,范建明就是个正人君子,而且通过几件事后,他都不怀疑范建明与陈玲玲有染,怎么可能会怀疑到吴文丽和范建明有名套? 李范建明也是一样。 范建明再三跟他解释过,为什么要让吴文丽做自己的助理,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李范建也确实觉得有吴文丽跟在范建明的身边,确实能替他解决不少的问题。 而且,在与吴文丽的交往中,李范建也感觉吴文丽绝对是个规规矩矩,截身自好的女人,再加上李范建自己的作风正派,所以,他也不会怀疑吴文丽的忠诚,是源于他与范建明有暧昧关系,至于陈玲玲之所以会那么小,完全是因为他跟范建明有那种关系。 在陈玲玲看来,一切接近范建明的女人都和他一样,绝对和范建明发生过那种关系。 吴文丽之所以出去接电话,倒不是怕被他们听见。 既然他告诉大家是谁来的电话,等会也会告诉他们电话的内容。 他出门接电话,是怕影响大家的用餐。 吴文丽走到门口,点开秦天的名字,平平淡淡地问了一句。 你好,秦总,有什么事吗? 秦天笑道。 吴总,怪不得昨天我想跟你合作,你断然地拒绝了。 现在看来,你恐怕是想亲自把范建明送上断头台吧。 吴文丽反问了一句。 秦总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开会的时候,居然说我有可能把地价抬到两百万左右一亩, 你这个依据是从何而来啊? 范建明不就是参考了你的这句话, 才把地价定到了两百三十万亿亩。 吴文丽正想解释,忽然又想到,范建明之所以让自己这么说, 不就是为了让大家上当? 而范建明自己提出那么高的价格, 目的不就是要把秦天吓走吗? 自己如果解释,就算不说这是范建明暗中的交代, 恐怕也会让秦天起疑, 让范建明的计划功亏一篑,毁于一旦。 他冷冷地反了一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方亚丹就在你的身边吧。 怎么可能? 秦天回头一看, 方亚丹还真的一声不响地走到了阳台上。 方亚丹可没有想偷听的意思, 只是想过来告诉秦天, 大家都等着他吃饭, 同时也想跟他随便交代两句。 看到他回过头来看自己, 而且好像还在通话过程中, 又从阳台上回到客厅, 同时还把推拉门给关上。 秦天, 朝方亚丹笑了笑, 事宜电话马上就打完, 接着对吴文丽说道, 你想多了, 跟你打这种电话的时候, 我怎么可能让他在边上, 我只是想搞清楚, 范建明把价格上限定的那么高, 究竟是他放的烟雾弹, 还是你故意想坑他。 吴文丽知道, 秦天不是斩省油的灯, 绝对不能为了让他上圈套, 而把话说明, 必须是模棱两可, 然后让秦天自己去选择和判断, 人往往就是在选择和判断的时候出错。 秦总, 吴文丽笑道, 有些事, 大家心知肚明就可以, 没有必要点破吧。 再者说了, 就算我想坑他, 不还得有人帮忙吗? 如果没有人帮忙的话, 我想坑他也没用。 你的意思是希望我帮忙咯? 不敢, 秦总, 我们之间的交情, 还没到能开口请你帮忙的那一步。 再说了, 我这人挺随缘的, 老天要帮他, 我坑不了, 老天如果不想帮他, 也用不着我坑。 吴文丽这话说得相当有水平, 既像是默认秦天所说的, 他就是为了故意坑范建明, 但表面上又不承认, 好像他做了他应该做的, 至于结果如何, 只有听天由命秦天再次试探道。 吴总, 我希望你再次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如果我们合作的话, 范建明应该没有任何胜算。 谢谢秦总的抬爱, 吴文丽笑道。 其实本来我就对房地产不感兴趣, 只是想把超市做好, 是范建明找着的我。 其实那块地对我并不重要, 投资不投资都无所谓, 可我没有必要因为这是得罪范建明。 这怎么叫得罪, 方亚丹不是也跟我合作了吗? 他不一样, 他是本地人, 又是范建明的同学, 我是个外地人, 而且, 我的未婚夫和范建明不对付, 一旦惹毛了范建明, 他要是想报复我太容易了。 秦天笑道, 不能跟吴总合作, 或许是我今天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我从来就没说不跟你合作, 如果你想投资超市的话, 随时随地都可以。 就算要合作投资房地产, 除了明山这块地, 其他地方也行。 OK, 吴总的这话我记住了, 你还在吃饭吧? 不打搅了? 那就机会再说。 嗯。 秦天放下电话之后, 走进客厅, 没等方亚丹问, 他主动说道, 我刚刚跟吴文丽打了个电话, 就是想试探一下, 范建明究竟是怎么回事。 结果呢? 他没明说, 不过我能感觉到, 他应该是故意坑范建明的。 方亚丹眉头微皱。 不会吧, 我怎么觉得他和范建明的关系不一般, 而且, 范建明还准备把他带到国外去做助理呢? 做助理, 他? 秦天笑了笑, 一个自己做过老板的人, 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事业, 替别人做助理? 这时, 方母又招呼着他们吃饭, 等他们上桌之后, 父母知道他们有话要说, 居然和保姆一块在隔壁的房间吃饭。 秦天立即把自己与吴文丽通话的情况, 跟方氏妇女做了介绍, 最后说道, 我感觉吴文丽是没安, 什么好心, 再加上范建明和李倩倩根本不懂, 她是在故意推波助澜。 方亚丹说道, 那他说的也不错啊, 几乎跟我刚刚所说的一样, 如果没有人竞争的话, 他说的那个价格, 几乎和没说一样。 秦天笑道, 但假如有人竞争呢, 甚至是恶意竞争呢? 范建明那可就要赔惨了。 方复这时问秦天, 那你有什么打算? 据我了解, 除了明山那块地外, 市区还有几块地也在规划中, 我们不如边走边看, 先把江城最近有可能拿出来拍卖的地, 进行一个全面了解, 然后再做决定。 方亚丹问道, 那明山那块地呢? 我们就当个吃瓜群众, 坐等看好戏吧。 方复说道, 我同意你的观点, 明山那块地的风险太大, 就算范建明占了便宜, 我们也用不着后悔。 不错, 秦天说道, 何况除了我们, 应该还有其他的人会参与竞争的。 如果市里只是从外面找到我们秦氏集团溢价, 恐怕也没有一下子把起拍价定到120万每亩的胆量。 这话倒不假, 如果那块地留拍了, 那损失可觉不仅仅是那块地, 整个江城的房地产市场恐怕都要为此买单, 市里应该不会把这么大的堵住亚在秦氏集团一家身上。 方亚丹闻言, 心里却有自己的想法, 但他没吭声, 在秦天和方复交杯换展, 谈得正投机时, 方亚丹借故离开,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拨通了范建明的电话。 吴文丽挂上秦天的电话之后, 立即拨通了范建明的电话。 范建明正在办公室跟着王妃把饭送过来, 看到吴文丽的电话之后, 知道是有急事。 正常情况下, 吴文丽是不会给他打电话的。 虽然范建明没有特别交代, 但吴文丽也非常警觉, 生怕李倩倩有事没事会看范建明的手机。 不是特别紧要的是, 吴文丽是从来不会拨打范建明的电话。 范建明接通电话之后, 吴文丽把秦天给他打电话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范建明, 最后说道, 我感觉秦天已经意识到了, 你是在给他下套。 范建明点了点头。 预料之中, 否则, 今天他不可能还会跟方亚丹一块去交保证金的。 接下来, 我们怎么办? 你觉得李倩倩说的新价钱, 还有必要让他知道吗? 那样的话, 岂不是坐实了, 我们就是在给他下套, 所谓的底线, 其实就是胡说八道而已。 范建明摇头道, 我并不这么认为, 有些人撒谎, 之所以一下子就被戳穿, 那是因为他们的谎撒的还不够大, 谎撒的越大, 相信的人就越多。 不管怎么说, 今天至少很清楚, 我们志在必得, 剩下的就得看他自己去思考, 究竟要不要跟我们死扛到底。 万一价格抬到了一定的高度, 我们突然放弃的话, 他是否能接得住? 吴文丽点头道。 我明白了。 那我刚才的回答, 应该没问题吧。 哈哈, 你这是在怀疑我的眼光吗? 我看上的女人, 还能错到哪里去? 别闹了, 你老婆还在客厅呢? 说完, 吴文丽挂上电话, 转身回到了客厅。 就在这时, 王妃端着两盒饭走到了门口, 先是吐了一下舌头, 然后慌里慌张地喊了一声, 饭总好。 范建明赶紧向王妃招了招手, 让他进来。 王妃把两盒饭放在了老板台上, 把上面的一盒饭递给范建明, 拿起下面的一盒饭准备告辞, 范建明却让他坐在了, 老板台的对面一块吃。 王妃犹豫了一下, 还是坐了下来。 看到范建明, 王妃的心里就有点发怵, 让他面对面地坐着吃饭, 心里就更没底了。 不过这也是王妃自找的, 他是在旁边的管子店里, 点了两个菜, 然后分成两个饭盒装着, 如果上楼的时候, 他不把自己的那份饭带上来就没事。 问题是, 管子店中午的生意挺好, 把他要炒的菜弄晚了一点, 当服务员把两份饭菜送过来时, 他怕范建明等急了, 所以赶紧冲上楼来, 却忘记把自己的那份饭留下。 范建明打开饭盒一看, 感觉食堂的伙食不错, 虽然只有两个菜, 但色香味俱全。 不过范建明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因为他知道, 公司的职工食堂请的是一位阿姨, 并不是专业的厨师, 就算水平再高, 也炒不出饭店里的感觉。 他吃了两口之后, 越发觉得这不是食堂里做出来的, 于是问道, 你这是在外面炒的菜啊? 王妃挤出一丝笑脸, 解释道, 食堂吃饭的人不多, 所以每次都要预定的, 食堂的阿姨是按份量做的饭, 你说得太晚了, 你好你好你好, 所以我只好到馆子店里去炒了两个菜, 也不知合不合你的胃口。 范建明点头道, 我吃饭不挑食, 但实话实说, 你这两个菜点得太好了, 正合我意。 王妃忽然想起杨婷所说的, 只要是他点的菜, 范建明都喜欢吃。 王妃是个非常单纯的女孩子, 根本就没反应过来杨婷的暗示, 听范建明说正合他意, 忍不住笑了笑。 笑什么? 范建明问了一句。 王妃吓了一跳, 满脸通红地解释道, 没, 没笑什么? 范建明趁机说道, 是不是想到了男朋友? 王妃一听, 漂亮的脸蛋更红了。 那, 有, 我还没男朋友呢。 是吗? 范建明说道, 怎么我听我的小兄弟说, 他跟你的关系不错, 看他那样子, 好像有点处在热恋中的感觉啊。 你的小兄弟? 王妃整个人都猛了。 李强呀! 他! 王妃更加猛了。 他是你的小兄弟? 是啊, 我跟他姐姐和姐夫都是同学。 哦! 王妃点了点头, 突然脸蛋又红了起来。 他都跟你瞎说了什么, 谁跟他谈恋爱啊? 王妃每说一句话, 脸蛋都会自然而然地红起来。 范建明明白, 除了因为面对自己而忐忑不安之外, 恐怕他也是个比较单纯的女孩子。 不像是酒精恋爱场的老手, 怎么就会和林洪涛好上, 玩得还是姐弟恋。 我听杨总说, 你刚刚被提升为大厅的主管。 王妃的脸再次红了起来。 我也没想到, 销售部的销售员都比我资格老, 他一下子提我做主管, 我还真担心自己做不下来。 没什么做不下来的, 你不就是比大家年纪小一点, 来得晚一点吗? 我听杨总介绍过, 你非常努力, 而且你来之后, 除了第一个月是试用期, 没有派单给你。 从第二个月开始, 你越越都是销售冠军, 这就证明了你的能力。 也不是了。 一来我的运气好, 二来我发现, 江城人都挺善良的, 看我是一个外地的女孩子, 而且年轻小。 有的把我当成妹妹, 有的把我当成女儿, 甚至是别的销售员接待过的, 回过头来, 他们都会找我买房。 范建明没想到, 他还挺谦虚的, 而且很懂得感恩, 这样的女孩子, 真是可遇不可求。 那也证明你的工作出色, 或者说你带人接物, 有特别的长处, 这恰恰说明你是天生, 做销售的料。 知道吗? 咱们公司马上就要把 明山的那块地拍下来, 而且会建大量的别墅去, 面向的是, 本是高端顾客, 提成也相当可观, 你好好做, 将来会大有前途的。 嗯, 我会努力的。 范建明很快就把饭吃完, 王妃见状, 立即主动起身, 给他倒了一杯茶, 正准备把他吃完的饭盒 拿走离开, 范建明却让他坐下。 小王,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 李强的姐姐和姐夫, 就是隔壁盛市明珠大酒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王妃立即笑道, 范总, 你真的误会了, 我跟他没什么, 他也没介绍过他姐姐和他姐夫的事, 我也不可能去问这些。 晕死。 李强这小子是怎么泡妞的? 他压得长得高大帅也行, 就那副普普通通的样子, 而且还不修蝙蝠, 整天骑着个电瓶车冲来冲去, 怎么能把王妃泡到手? 别看王妃年纪小, 但人长得漂亮, 而且月月是销售冠军, 她的收入可不菲。 李强要不用点非常的手段, 怎么可能有戏? 范建明说道, 你刚刚都说, 我们江城的人都挺善良的, 难道你不觉得做江城的儿媳妇, 会很幸福吗? 王妃尴尬地笑了笑, 没有吭声。 恰好这时, 杨婷回来了, 而且是刘云坤把他送到售楼部的门口, 然后开着杨婷的车子, 又去兜风。 但他却不知道, 杨婷吃完饭后, 之所以匆匆忙忙赶回来, 不仅仅是跟范建明开了一次车, 下午还准备开一次呢? 杨婷走进大厅时, 问了一下中午准备的销售员, 听说王妃送饭上楼后, 一直没下来, 他立即上楼, 走到过道上后, 便捏手捏脚, 就想听听, 范建明到底是不是想抛王妃? 好在中午二楼办公区域没有人, 他坐到了旁边的办公室, 完全可以听清范建明与王妃的谈话。 听到范建明想说服王妃找一个江城人, 心想, 我去, 他压得还想老牛肯嫩草, 踹了李倩倩娶王妃吗?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对于李倩倩确实是不幸, 但对于王妃来说, 那简直是幸福不要来得太突然呀。 不过杨婷更担心的是, 范建明只是欺骗王妃, 充其量就是玩玩而已, 如果他财大气粗, 直接花钱包养王妃, 而王妃愿意的话,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他用婚姻做诱饵, 那可就真有可能害王妃一生。 王妃也不清楚范建明真实的意图。 虽然他们刚刚的话题提到了李强, 杨婷中午给他回的那条短信的话, 这时在王妃心里起到了作用, 什么叫只要是我点的, 范总就喜欢, 难道连杨总都知道, 范总他对我有, 那种意思。 想到这里, 王妃的心一下子就慌了。 虽然他想努力, 想进步, 想比别人更有成就, 但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 要帮大款。 虽然他对范建明确实充满了好感, 但那是出于对范建明的感恩和敬仰。 因为第一次见到范建明时, 看到他骑着电瓶车, 还戴着蛇皮带, 虽然没有瞧不起的意思, 但显然没有足够的尊重。 知道范建明是大股东之后, 着实也忐忑不安了好长时间, 好在范建明并没有因为此事为难他。 后来又亲眼目睹范建明, 在销售部的门口, 以一当时, 把标书的人打得满地找牙, 就差没跪下了。 那种情景, 王妃只是在影视剧和游戏里见到过, 从来没在现实中看过那么厉害的人。 只不过, 王妃是个非常单纯的女孩子, 而且心里有着自己的底线, 感恩也好, 敬仰也罢, 但跟爱完全不是一回事, 她的心里只有林洪涛。 王妃也是外地的, 但却是来自城市。 她知道林洪涛来自山里, 家里很穷, 自己要想嫁给她的话, 恐怕难度很大。 先别说自己的母亲肯定会极力反对, 就算她的面子上也过意不去。 善良归善良, 人品好归人品, 单纯归单纯, 但谁还没有虚荣心。 所以, 王妃拼命想赚钱, 赚更多更多的钱, 然后带着一笔巨大的财富架, 给林洪涛。 那样的话, 她既赢得了爱情, 又有了足够的面子。 所以, 王妃听完范建明的话之后, 立即把头低下, 没有揭枪。 尽管她的脸, 依然通红通红, 但却没有刚才好看, 似乎阴沉了许多。 范建明忽然反应过来, 她该不会是误会了自己。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可就尴尬了, 看来这是还不能绕弯子, 必须直接了当。 小王,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李强的事,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能接受她的追求, 做一个我们民山的儿媳妇, 你看怎么样。 隔壁的杨婷一听, 终于松了一口气, 心想, 原来她想把王妃介绍给李强, 还是真的呀? 范建明接着又问了一句, 怎么, 这是我跟你们杨总都打过招呼, 他没跟你说过。 王妃摇了摇头, 但脸色一下子好看了许多。 爱马, 我刚刚在想什么呢? 范总一直在说李强的事, 我怎么会把他想成那种人? 王妃有些不好意思, 更多的是难为情, 他抬起头来, 看了范建明一眼。 范总, 我只听说有媒婆, 媒公的, 你这么年轻, 居然也想到替人做媒。 我不是说过吗? 我跟李强的姐姐, 姐夫, 都是同学, 看着他从小长到大, 他这人特别本分。 这么跟你说吧, 虽然他长得不是很帅, 但一家人都很善良, 你要是跟他结婚, 这一辈子幸福就别说了, 而且特别安全。 安全? 安全? 对呀, 别人不都说, 男人有钱就学坏吗? 可我可以向你保证, 李强就算是再有钱, 他也绝不会变坏的。 王妃不信地问道, 一个人要想变坏的话, 连他父母都管不了, 你凭什么能保证? 范建明说道, 只要你嫁给他, 他要是敢学坏, 我直接把他打残了。 我的厉害, 你不是没见识过的。 王妃扑斥一笑, 范总, 我跟你开句玩笑可以吗? 你说, 也许你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可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 你太老套了, 不是坏人, 就可以嫁给他呀。 现在的坏人好像并不多, 你这种要求不要太低呀。 哦, 你觉得现在坏人不多吗? 当然, 至少我就没碰见过坏人。 范建明点了点头。 那么, 我们就好好讨论一下,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什么样的男人算是坏男人? 别的不说, 就拿你做比方, 也用不着扯其他的, 就说一点, 你所喜欢的男人如果做了什么, 才是你无法容忍的。 那还用说吗? 当然是欺骗了我的感情。 那么, 怎么才算是欺骗了你的感情呢? 脚踏两只船呀! 那么怎么才算是脚踏两只船呢? 晕呀! 王妃一脸, 惊讶地看着范建明, 心想, 脚踏两只船都不知道, 帮帮忙, 你千万别说自己是从火星来的。 王妃笑道, 脚踏两只船的意思, 就是, 她在跟我恋爱的时候, 同时又在追别的女孩子, 或者默认别的女孩子追她。 范建明问道, 仅此而已。 王妃一脸愕然道, 当然, 那范总觉得, 还有什么? 假如你喜欢的男人, 他在跟你恋爱的时候, 却不是为了恋爱的目的, 和别的女人发生关系, 而且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情人关系, 他算不算是欺骗了你, 脚踏两只船。 必须算呀。 王妃瞪大一双眼睛。 哦, 我得补充一句, 不管恋不恋爱, 只要她一边跟我在一起, 一边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不管那个女人是不是有夫之妇, 她都算是欺骗我的感情, 都算是背叛了, 当然就是名副其实的, 脚踏两只船。 那你告诉我, 你现在究竟谈没谈朋友? 王妃犹豫了一下, 满脸通红地说道, 对不起。 范总, 刚刚我骗了你, 我确实谈了个朋友, 只不过你刚刚是随便你们, 因为不是这儿八经的谈话, 所以。 范建明不可能追究他骗自己的事, 而且那也不算是欺骗, 毕竟王妃的年龄还小, 而且他还不一定和林洪涛发生过关系, 不可能谁问, 他都说自己谈了恋爱。 你谈的那个朋友, 叫林洪涛吧? 王妃一下惊呆了, 晕死, 连这都知道。 王妃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同时解释了一句, 其实我们就是大学的校友, 交往得比一般同学更深刻, 严格地说, 也不算是在谈恋爱, 就是彼此有感觉, 而且能够感觉到, 对方对自己也有感觉。 那你是不是感觉到他跟别的男孩子不同, 喜欢往自己身上喷香水? 我乐个去, 连这都知道, 林洪涛该不会也是他的小兄弟吧? 不过王妃立马反应过来, 当然不是, 如果是的话, 范建明不可能因为一个小兄弟, 而去拆另一个小兄弟的台。 问题是他怎么知道林洪涛, 甚至知道他喜欢撒香水。 听他这口气, 好像跟林洪涛很熟, 可林洪涛为什么从来没跟自己说过? 王妃怕范建明瞧不起林洪涛, 赶紧解释道, 他一直都是这样, 非常爱干净整洁的, 我也说过他不该喷香水。 但他现在在大公司实习, 家庭条件也不怎么样, 除了把外表形象搞好看一点, 希望给同事们留下一个好印象, 直接到公司上班, 他也只能做那些事情, 不过他可不是娘娘腔。 范建明又问道, 也就是说, 他到方氏集团上班之后, 才开始喷香水的。 是的, 而且是喷得紫罗兰形的香水。 王妃点了点头, 你没问过为什么吗? 王妃摇了摇头, 范建明又问道, 你用的是什么香型的香水? 王妃笑道, 我一般不用香水。 范建明点了点头, 接着问道, 其实我并不认识你的男朋友, 我相信他也不会认识我, 难道你就不奇怪? 我怎么知道, 他喜欢喷香水, 而且是紫罗兰形的。 王妃笑了笑, 我正想问你呢。 范建明却没笑, 而是非常严肃地说道, 方氏集团的总经理方亚丹是我的同学, 他最喜欢喷紫罗兰形的香水,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范建明第一次到方亚丹的办公室, 就看见方亚兰跟林洪涛在做那种事情。 两人后来打了个照面, 范建明闻到林洪涛身上的香味, 和方亚丹身上的香味是一个类型, 而且味道很浓。 因为他们俩刚刚亲热完, 范建明开始以为林洪涛是沾上了方亚丹的香水味。 他跟方亚丹在沙发上坐着聊天时, 发现方亚丹身上的那种香味反而淡, 后来出门的时候, 闻到林洪涛身上的香味依然很浓。 他才明白,林洪涛应该是用了同样类型的香水。 这就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为了讨好方亚丹, 所以跟他用同一个类型的香水。 另一种就是谈恋爱了, 担心自己的恋人闻出方亚丹身上的味道, 所以故意用同样的香水用以掩盖。 现在看来应该是第二种。 王妃笑道, 这也太简单了, 既然他的老板喜欢那种香味, 而他喷香水的目的, 又是为了取悦老板和同事, 肯定是用同一香型的香水。 如果是女人可以了理解, 比方说你, 如果我有意无意地告诉你, 我喜欢茉莉花型的香水味, 你下次喷香水的时候使用茉莉花型, 这很正常, 毕竟用香水是你们女孩子的专利, 同时又能取悦领导, 何乐而不为之。 可问题是他是个小伙子, 就好比你们杨总, 我发现他身上喷的是一种玫瑰型的香水味, 先不说咱们这里的男孩子会不会喷同类型的香水, 你见过身边的男孩子喷香水吗? 王妃尴尬地解释道, 刚刚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也很讨厌, 可是他有他的难处, 他非常看重方氏集团。 范建明摇了摇头, 你怎么就不明白? 简单跟你说吧, 林洪涛和我那个同学关系暧昧, 两人经常在办公室里关着门亲热, 因为担心你能从他身上闻到女人的香味, 所以他用了同款的香水, 以掩盖我那同学身上的味道。 王妃一下子猛了。 他虽然不相信范建明的话, 但又觉得范建明绝不会骗他, 难道林洪涛? 恰好在这时, 方亚丹回到了自己的, 拨通了范建明的电话。 范建明一看, 把手机的屏幕对着王妃。 我同学来电话了, 可能跟我有事要谈。 王妃看了一眼屏幕上方亚丹的名字, 确认他们还真的是同学, 正准备起身离开。 范建明却示意他坐下。 我当你面先问他一句, 说正事的时候你再走吧。 说完, 范建明点开免提, 手机里立即传来方亚丹的声音。 范大帅哥, 幽玛。 王妃一听, 痴痴地偷笑了一下, 马上就忍住了。 别闹了, 你压得该不是跟那个小白脸刚刚完事, 现在又跑来找我玩。 你压得才别闹呢。 我今天把他辞退了, 马上要跟晴天合作。 吃饭的时候, 他说准备在外面租写字楼, 我爸爸让他到我们集团去办公, 而我昨天也有这个准备, 所以把外面的办公室腾空了。 王妃的表情一下凝固了。 范建明怕他还没听明白, 或者还不敢肯定就是林洪涛, 于是又问了一句。 对了, 那个小白脸叫什么来着? 林洪涛呀, 怎么, 你对男人也有兴趣。 听到方亚丹说出林洪涛的名字, 王妃浑身一震, 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 别逗了, 我是想你压得 玩了人家那么长时间, 就这么让人家走呀。 妈蛋的, 你压得还是不是姐的同学。 什么叫姐玩她? 是她玩姐, 姐还倒贴好不好。 话说到这里, 王妃再不明白就是个傻子。 范建明官上免提, 示意王妃可以离开。 王妃站起身来, 居然还没忘记拿起两个空饭盒, 一转身却以泪奔。 走到门口之后便一路小跑离开。 杨婷健壮, 觉得范建明太狠了点, 用这种范式帮李强, 想没想过对王妃有多大的伤害。 范建明拿着手机转过身, 用手掀起窗帘往外看, 心里正疑惑, 怎么杨婷还没回来却不知道, 杨婷此时已从旁边的办公室, 一声不吭地走了进来。 范建明对方亚丹说道, 好了, 这大中午的不午休, 打电话给我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我就想问问, 你把价格的上限弄得那么高, 是不是虚张声势, 故意想下退擒天呀? 杨婷这时, 走到老板台前, 拿起笔和纸, 写了几个字。 范建明听到了动静一回头, 看到杨婷拿着那张纸对着他, 上面写道, 我已经在前面路口的红艳宾馆订了311房, 我先去洗个澡。 范建明点了点头。 杨婷出门后, 范建明这才做到老板以上反问了一句, 你背叛我就算了, 背后把我当成冤大头也没事, 几个意思。 现在又想当面让我自己出卖自己呀。 方亚丹笑道, 我一直都没出卖过你, 你报出来的地价, 我都没跟秦天说过, 否则, 今天早上, 他怎么可能会跟我一块去交保证金? 只是中午到我家吃饭的时候, 我爸爸才告诉了他。 原来如此。 范建明正为此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总算明白了, 原来方亚丹一直没把底牌告诉秦天, 而明姐昨天打电话过来, 说黄汉冰和秦天谈崩了。 或许也是因为黄汉冰没有及时把底牌亮出来, 把秦天给惹恼了吧。 不然, 秦天为什么到方家之后才给吴文丽来那个电话, 如果黄汉冰把价格告诉了他, 恐怕那个电话昨天晚上就打给吴文丽了。 范建明笑道, 行了, 人都扑到别人的怀里去了, 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方亚丹聊了一句, 那又怎么样? 只要你拽一把, 说不定我又会扑到你的怀里。 几个意思, 脚踏两只船? 这么跟你说吧, 一开始是我提醒了秦天, 他才反应过来, 你有可能是虚张声势, 但后来他跟吴文丽通过电话之后, 又觉得你恐怕是个傻子, 好像以为这块地只有他一个对手, 其实你错了。 瞧你这话说的, 既然那块地拉出来公开拍卖, 当然不只是我跟秦天两个人竞争。 少给我打官枪,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这样吧, 咱们约个时间见个面, 我可以把秦天的底交给你。 哦, 范建明有点意外, 你这是准备做双重间谍啊? 随你怎么想, 约不约? 行呀, 范建明说道, 那就今天晚上加州咖啡馆见。 咖啡馆没意思, 去宾馆。 我去, 他想干什么? 我说方亚丹, 你该不是想跟我在床上办事, 然后录下视频, 传到网上去吧? 我可是个爷们, 你可敲诈不了我。 瞧你那德性, 现在多少也是个土豪了, 怎么就被李倩倩吓成这个样子? 方亚丹酸不溜秋地说道, 妈蛋的, 你可是亲口说过, 姐也是你心中多年存在的女神。 怎么着, 就嫌弃姐了? 拉倒吧, 你还比我小几个月呢, 有什么事非得在床上聊吗? 必须的。 我可告诉你, 晴天和我爸现在有些糊涂了, 可我还清醒, 晴天究竟会不会跟你硬扛起来, 到底, 在宾馆见面, 去宾馆的话, 明天再说。 为什么? 我今天有很多事要办, 真的没空。 那咱们明天再聊。 说完, 方亚丹直接挂了电话。 我去, 他呀的, 这是不见兔子不撒婴呀。 范建明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正准备出去, 方亚丹的电话又拨了进来。 刚刚忘记跟你说了, 你跟李倩倩说一声, 我的骨筋暂时不要退。 为什么? 没等范建明说完, 方亚丹已经把手机给挂了。 范建明摇了摇头, 走到大厅时特意看了一下, 只有两个值班的人坐在那里, 并没有看见王妃的影子。 不管怎么说, 他觉得这个是差不多成了, 能够帮到李强, 他觉得, 也算对得起李立民。 范建明一边朝红艳宾馆走去, 一边给李倩倩发了条短信, 让他先别把骨筋退给方亚丹。 紧接着, 又发了条短信给黄耀武, 让他在家里等着, 自己的事还没办完, 办完之后, 再给他打电话。 黄耀武秒回了短信, 李倩倩的电话也打了进来, 听他声音, 好像正在床上睡觉。 怎么了? 老公? 情况有点变化, 等我回去再说吧。 我还以为你睡着了, 不想打搅你。 李倩倩不失时机地撒了个娇。 你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才会睡得安稳, 你不在边上, 我好像总睡不沉。 汉! 明知道他是撒娇, 范建明的心里还是有些愧疚。 他在心里自我安慰道。 这可不能怪我人品不好, 谁让你大姨妈还没走, 要不是有陈玲玲 在身边, 我早就憋坏了。 男女之间的那点事, 也挺神奇的, 没尝过女人味之前, 26, 7年范建明都挺过来了, 而一旦尝过女人味之后, 一天没有女人都憋得慌。 这也难怪, 谁让范建明这个年龄, 正好经历过剩, 再过个5年10年, 恐怕就会好一点。 不都说七年之痒吗? 男人在尝过女人味之后的头七年, 差不多可以称得上是百战不殆, 七年之后, 不管是从生理上, 还是心理上, 恐怕对女人的需求, 就不那么强烈了。 没事, 范建明安慰道。 睡觉之前, 你就想着我在你身边, 那样的话, 你一定会睡得很安稳。 李倩倩笑了笑, 又问道, 你没坐车吗? 怎么旁边的声音那么嘈杂, 像是在走路呀? 是的, 距离有点短, 我没坐车。 没事的话你再睡一会儿吧, 我还要去见一个人。 嗯。 李倩倩挂上电话之后, 伸手把旁边的枕头搂在了怀里, 那上面有范建明身上的味道。 如果放在过去, 或者是别的男人留下的味道, 李倩倩会感到恶心的。 然而范建明的味道, 却已经让他熟悉并且习惯。 还真别说, 当范建明头上那股油腻味扑鼻而来时, 李倩倩感到的不是恶心, 而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惬意, 同时还有厚重的安全感。 范建明刚刚走进宾馆, 由云坤开着车, 恰好从宾馆路过, 他愣了一下。 红艳宾馆并不高档, 就是普通的路边店, 最好的房间也就一两百, 以范建明现在的身份, 要是泡妞的话, 绝对是江城宾馆的豪华套间呀。 出入一种好奇心, 刘云坤把车停到了路的对面, 而且掏出手机, 随时准备拍下之后, 出现在宾馆门口熟悉的人的身影。 在他看来, 如果是和某个女人到宾馆去, 订房的肯定是范建明, 估计等范建明进去十来分钟左右, 大约的女人就会出现。 范建明的家不在周围, 真要想泡妞也应该到高档宾馆, 这里仅仅只是距离市区近, 而且品位太低, 范建明跑到这里来订房,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约的女人, 要么家住在这里, 要么就在这里上班。 刘云坤首先想到的是李丽娜, 因为他所在的盛世明珠大酒店, 就在前面不远。 其次他还想到马晓敏, 加州咖啡馆在另一条路上, 距离这里也不算远。 刘云坤从来就没想过, 范建明会有那么好的心, 要是没睡过他们两个, 不可能帮他们这么大的忙, 刘云坤坐等看陈凯 和王伟的笑话。 尤其是王伟, 不是一直和范建明称兄道弟吗? 他就想知道, 被范建明这个土豪兄弟戴绿帽子后, 王伟还能不能神气起来? 但他似乎忘了, 他自己老婆杨亭也就在前面上班。 刘云坤之所以没想到自己的老婆, 主要是因为, 在范建明回国之前, 杨亭就在这里上班。 杨亭从普通的置业顾问, 一直到主管, 销售经理, 甚至是现在的总经理, 而且配了这辆宝马车时, 都是段云波在这边。 范建明回来之后, 貌似杨亭没有得到过什么特别的照顾和好处, 再加上刚刚跟杨亭开了一句玩笑, 杨亭要翻脸的严肃态度, 让他坚信, 就算范建明在这里约会任何一个女人, 也不可能是自己的老婆杨亭杨亭, 刚刚洗完澡, 刚刚擦干了身上的水珠, 还没来得及穿衣服, 就听见有人按响了门铃。 他光着脚丫跑出来, 贴着猫眼一看, 正是范建明站在门口, 立即把门打开。 杨亭打开门之后, 把身体藏在门的后边, 只是探出半张脸。 范建明进门之后, 他赶紧把门关上, 一脸羞涩地转身, 准备往卫生间跑。 狂晕。 女人穿着衣服和没穿衣服的感觉, 对男人来说完全不一样。 就说杨亭, 他穿着职业装的时候, 在办公室里跟范建明那个啥, 不能摆出多么妖娆的pose, 给范建明留下的总体感觉, 依然是内敛矜持。 既像是故作姿态, 又像是没有彻底放开。 现在不一样了。 虽然窗帘紧闭, 但房间灯光照射在杨亭洁洁白的肌肤上, 让范建明再瞬间燃烧起来。 他先是抓住杨亭的手, 把他往怀里一戴, 紧接着另一只手托起杨亭的双腿, 来了个公主抱。 别呀, 杨亭还有点不好意思地瞟着他。 多少让人家穿一点吧? 穿了又拖, 岂不是更麻烦? 说完, 范建明直接把他抱到了床上。 两人正伴着事, 杨亭手机在包里不停地响着, 包放在床头柜上, 躺在床上的杨亭伸了伸手, 见够不着, 也就放弃了。 可是手机不停地响着, 正伴着起劲的范建明, 被手机的铃声吵得五心烦躁。 毕竟这是在宾馆里, 而且还是个小宾馆, 万一听到房间铃声不停地响, 外面有好心人敲门, 那可就麻烦了。 谁啊? 范建明问道, 怎么这么讨厌, 这个时候来电话。 杨亭浑身剧烈晃动着, 看着他笑道, 我,我哪里知道。 要,不我接接。 别,的不怕, 就怕寿楼不有, 什么事。 范建明想想也是, 只好双手把他抱起来, 朝床头柜边上挪了一挪, 杨亭拿到手包之后, 范建明往床上一滚身, 让杨亭坐在了他的身上。 杨亭微笑着瞟了范建明一眼, 就知道偷懒。 他边说的, 边晃动着身体, 边从手包里掏出手机, 忽然催了一口。 真讨厌, 这个时候老来电话干什么? 谁啊? 还有谁? 我家里的那个绿帽哥呗。 说完, 他掏出手机, 同时把头发往后一甩, 然后再把手机放到耳朵边上, 问了句, 干嘛? 听到是刘云坤打来的电话, 范建明浑身都是近, 心想, 他压得怎么这么配合? 第一天跟杨亭干这事, 怎么两次都来电话, 故意给我打鸡血吧? 而杨亭甩头发的动作, 更是让范建明赏心悦目。 刘云坤神神秘秘地反问道, 你在哪? 废话, 我, 这个点能, 能在哪上班呗? 怎么, 又在班那些账本? 两人毕竟刚刚分手不久, 刘云坤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 杨亭担心他已经开车到了售楼部门口, 说不定找自己有什么事。 杨亭明灵机一动, 说道, 前两天有个客, 客户买了房, 说是房子有点问题, 非让我过来看, 看, 刚刚爬上楼梯, 有, 有点累。 杨亭嘴里说的, 却皱着眉头瞪了范建明一眼, 还用手轻轻地凝了他一把, 意思是让范建明别太迈进了, 弄得杨亭说话都断断续续的。 杨亭说自己, 在后面看房, 小区里那么多楼, 就算刘云坤找他有事, 也必须要多等一会儿, 待会儿他就是, 赶过去也来得及。 刘云坤鬼秘地一笑, 嘿嘿, 老婆, 你猜我看见什么了? 什么? 我刚刚看见范建明走进了红艳宾馆。 杨亭一听, 吓了一跳, 立即停下身体的摆动, 范建明用眼神询问了他一下。 杨亭指了指手机, 又指了指窗外, 范建明立即明白, 他是说刘云坤在门外。 我去, 他看见了什么? 范建明立即用口型对杨亭说道, 点, 开, 免, 提。 杨亭点开免提之后, 刘云坤还以为杨亭不知道红艳宾馆在哪, 毕竟这个宾馆太小了, 于是又补了一句, 就是你们售楼部前面的一个路口, 靠左边的一家宾馆。 杨亭皱了皱眉, 你在那里干什么? 没有, 我是路过这里的, 刚好看见范建明进去, 我就在想, 不知道等会儿会有哪个女人跟着进去。 有病呀, 你, 吃饭没事, 管人家那么多事干什么? 再说了, 江城那么多女人, 你知道哪个女人进去是见她? 不是呀。 刘云坤解释道, 她家又不住这, 以她的条件, 真要是泡妞的话, 绝对是到江城宾馆呀, 你说她跑这里来干什么? 你真是闲吃萝卜蛋操心, 我没时间跟你扯。 别挂呀, 我是想, 她跑到这里来, 会不会是约李立敏或者马晓燕呀? 我乐个去, 这小子就是吃瓜群众不怕是大, 就等着看别人被戴绿帽的笑话, 却不知道老子正跟你戴着呢。 杨婷不解地问道, 你怎么会想到是他们两个中的一个? 因为他们离这里近呀, 干那种事不就是尿泡尿的时间吗? 耽误不了多少事, 说不定人家李立敏刚刚跟王伟还你情我爱的, 等一会儿就跑来见范建明。 哈,想想就带尽。 范建明忍不住扑吃一下笑出声来。 好在声音不大, 没有传过去。 带尽你个头呀。 杨婷使劲地晃动了一下身体, 接着说道, 你压得就不想想, 你老婆也在这里上班, 万一等会儿去的是你老婆呢? 刘云坤嘿嘿一笑。 老婆, 你怎么还在生我气呀? 你还知道我在生气? 杨婷低声呵斥道还不赶紧跟我滚开。 别忘了, 那辆车是公司配给我的, 你整天开着到处兜风, 范总没说什么就已经够意思了, 你还在这里瞎比比, 要是等他看见了。 没事, 我在宾馆的对面, 距离好远呢。 要想人不知, 除非以莫为, 你能看见他, 怎么就肯定他看不见? 赶紧走开。 我可警告你, 万一范总知道你跟踪他, 把车收回去试下, 弄不好我在公司都待不下去了。 好好好, 我马上走。 杨婷立即把手机关上, 心有余悸地说道。 好险, 幸亏我先来一步, 否则。 范建明笑了笑, 立即起身把杨婷抱着, 一边弄着一边来到窗口。 杨婷问道, 你干嘛? 看看绿帽哥在哪, 别等会儿, 我们离开的时候, 他还没走就麻烦。 范建明掀起窗帘, 果然看到刘云坤的车子停在对面, 他更有劲了, 直接把杨婷放在窗台上弄着, 直到刘云坤开车离开, 他才把杨婷抱回了床上。 前后两次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不仅让范建明心满意足, 同样让杨婷惹无比。 吃饭之前, 在办公室因为时间太过匆忙, 范建明完全是凭着自身的能力, 以最快的速度结束战斗。 虽然那样, 也给杨婷带来了足够的惊喜, 毕竟和范建明相比, 整天烟酒不离的刘云坤, 身体明显差了许多。 把这次范建明, 更是运用了土纳神功, 可以说, 把杨婷当成了是一座顶炉再练企划单, 时间长不说, 而且能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 那种浑身骨头都散了架的感觉, 杨婷还是第一次享受的。 难怪陈玲玲经常在电话里跟杨婷吹嘘, 她完全受不了范建明。 杨婷还以为陈玲玲就是在白脸, 无非就是想告诉杨婷, 范建明这么个大富豪, 已经完全离不开她了。 直到现在, 她才真正地明白, 陈玲玲确实是在跟她分享自己的快乐。 毕竟陈玲玲的过去, 杨婷都知道, 在杨婷的面前, 陈玲玲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而且, 陈玲玲属于那种, 在与别人分享自己幸福的同时, 自己会感到加倍地幸福的人。 其实谁都想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快乐, 因为那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而有些秘密的快乐, 只能跟闺蜜分享。 正因为如此, 许多被分享的闺蜜, 出于某种好奇, 也想去品尝那种秘密的快乐, 所以才会有防火防盗防闺蜜一说。 与陈玲玲不同的是, 杨婷是在被分享了这种秘密的快乐之后, 才在范建明这里品尝到了这种惬意, 那她却无法反过来再去与陈玲玲分享。 一个人守着这种秘密的快乐, 对于绝大多数女人来说, 总好像有点什么遗憾。 除了陈玲玲之外, 杨婷没有别的可以倾诉这种秘密的闺蜜, 所以, 她只有寻找另一种方式, 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哎, 你觉得我跟玲玲相比, 谁更出色一点? 范建明明白, 杨婷所说的出色, 与长相和工作能力无关, 只是问她在干那种事时的感觉, 范建明笑道, 她怎么能跟你比? 你能从这里, 把她甩到火星上去? 杨婷扑斥一笑, 虽然她知道范建明是在哄她开心, 但心里确实特别受用, 嘴里却说道, 这话你跟陈玲玲也说过吧, 不管谁跟她比, 都被她甩到了火星上, 对吗? 范建明摇头道, 我可是实话实说, 陈玲玲年龄小, 只会走撒娇卖萌的路线, 把自己装成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似的, 其实她过去, 干什么我心里很清楚, 你不就是玩玩而已, 还在乎人家过去的那些事情? 范建明在她的脸蛋上掐了一把, 掐得杨婷哀悠悠地指教, 什么叫玩玩而已? 范建明说道, 人毕竟是有感情的, 在一起时间长了, 那种缘分的感觉, 至少对于我来说, 就会有一种责任感。 怎么, 听你这意思, 你还想对她负责? 负责有多个方面, 不一定是非要给她婚姻。 我有了妻子, 她也马上就要结婚, 我的责任, 就是除了婚姻之外, 给她一切我能给予的。 那么我呢? 当然也一样。 说着, 范建明又在她另一边的脸上掐了一下。 我去, 你还在这里找平衡呀? 杨婷接着问道, 你还没说我的特点? 你的特点就多了, 和陈玲玲相比, 成熟那是废话, 你比她聪慧多了, 而且也矜持多了。 最让我欣赏的是, 你穿着衣服和没穿衣服的时候, 完全像是两个人。 切, 这也算是我的优点呀, 谁穿衣服和没穿衣服都是一样的。 话可不是这么说, 至少陈玲玲穿衣服和没穿衣服时, 她的德性都是一样。 所以, 她未来的公公婆婆, 一直都不待见她, 认为, 她是天生的狐狸精。 那我呢? 你在心里肯定想再说, 我比她更狐狸精了。 谁说的? 范建明同时掐着她两边脸蛋。 在办公室里穿职业装的时, 我觉得, 你是个知性而内敛的女人, 现在却完全不同了。 你是个懂得享受, 但却不肆无忌惮, 你愿意释放自己, 却又不故意浮夸。 说实在的, 你骨子里透射出的那种魅力, 还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比你的。 杨婷本来还想问问, 那么跟李倩倩相比呢? 不过, 她想起陈玲玲说过, 范建明这段时间, 之所以天天跟她在一起, 而且几乎每天早上都要来一次, 就是因为李倩倩的大姨妈来了。 陈玲玲甚至告诉过她, 别看范建明和李倩倩打了结婚证, 依然是合法夫妻, 其实两人还没做过那种事情。 想到这里, 杨婷突然笑了起来。 范建明不解地问道, 你笑什么? 我就在想, 李倩倩一直把你当宝贝养着, 她要是知道你, 已经被别的女人先渡春风了, 恐怕会哭晕在厕所里。 我去, 你连这都知道。 当然, 玲玲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秘密。 哦, 这样的话, 什么时候我们三个人一块玩玩? 杨婷既没说同意, 也没说不同意, 只是瞟了范建明一眼。 人心不足舌吞向。 完事之后, 他们没有马上离开。 两人洗完了澡, 范建明打电话给黄耀武, 让他把车开到宾馆门口来。 同时又教了杨婷一个办法, 让他也给刘云坤打电话, 让刘云坤开车到售楼部的门口去等他。 杨婷先是愣了一下, 后来才明白范建明的意思。 虽然刘云坤开着车子离开了, 谁知道他会不会把车子停在别的地方, 然后又守在门口。 打电话给他, 让他把车开到售楼部接杨婷, 只要他开着车子到了售楼部, 杨婷就可以大大方方地从宾馆出去, 这样才真的万无一失。 老司机啊! 杨婷笑道, 你是不是经常跟别的女人在外面, 躲人家的男人躲出了惊艳? 范建明笑道, 你当我在国外几年, 风平浪静就能获得巨额的财富吗? 我赚的每一笔钱, 都是从刀光剑影, 血流成河的薄纱中拼出来的, 跟踪对方和摆脱对方的跟踪, 都是我们必备的生存手段。 这点本事没有, 怎么能从血栈中全身而退? 杨婷知道范建明没说假话, 虽然范建明在说这番话, 显得非常轻描淡写, 但从他的目光里, 杨婷看到了一种凝重甚至是苍凉。 那种眼神, 与范建明实际的年龄相差甚远。 杨婷知道, 自己无心的一句调侃, 却勾起了范建明对不堪回首往事的记忆。 杨婷不再说什么, 只是默默地搂着范建明, 把脸贴到他的胸口, 聆听着他的心跳。 范建明拍了拍他的肩膀, 让他先打电话给刘云坤。 假如刘云坤还在周围, 如果等范建明刚走, 杨婷就打电话给刘云坤, 反而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 虽然范建明和杨婷在宾馆, 差不多前后有了两个多小时, 可无所事事的刘云坤, 保不齐就在宾馆外面一直盯着。 杨婷点了点头, 立即给刘云坤打电话, 说自己今天提前下班, 让他赶紧开车过来接。 刘云坤立即答应, 没过一会儿, 透过窗帘的缝隙, 他们看到刘云坤开的车一闪而过。 事实证明, 刘云坤一直就在宾馆的周围。 杨婷笑道, 还是你厉害, 要不是你, 恐怕我今天就会被他抓个现行。 范建明问道, 他压得没正经事做吗? 整天有手好闲的, 除了孩子, 你还要养他一辈子。 他在一个洗浴中心看场子, 一般到晚上才会忙一点。 那可不是个事。 杨婷笑了笑, 过去你们是同学, 现在也算是兄弟了, 回头你介绍个工作给他呀。 杨婷说的兄弟的意思, 是说, 范建明现在跟刘云坤一块共享自己。 范建明拍了拍杨婷的脸蛋。 我可不能出面给他找工作, 不然, 他就会怀疑到你还有, 你那辆车, 最好别经常给他开。 虽然我是送给你的, 可在外面大家都知道是公司配的, 你老是让他开着都疯不好。 弄不好将来我老婆都会怀疑。 我知道了。 这样吧, 你回头帮他买一辆二十万左右的车, 我把钱打给你, 你就说是公司给你的奖金。 不用吧, 咱们刚刚办完事, 你就打钱给我, 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我是卖的。 你怎么能这么想? 安全起见吧, 就这么说了。 范建明拍了一下他的屁屁, 让他先下楼。 杨婷离开了一会儿, 看到黄耀武的车子开到了宾馆的门口, 范建明才出去。 他刚刚上车, 方亚丹突然又来了电话, 问他在哪? 我在外面办事呢? 怎么了? 那你现在到咖啡馆去吧, 我马上到。 方亚丹也是个急性子, 他本来想等到明天在宾馆里, 和范建明好好聊聊, 问题是, 再过两天就要静拍了, 他有点等不及, 希望早点把事情落实下来。 好吧。 挂上电话之后, 范建明让黄耀武把车开到加州咖啡馆去。 黄耀武一边开着车一边说道, 范总, 我老爸完全被吓傻了。 怎么了? 吃饭的时候他问我, 公司是不是已经交了净拍保证金? 我告诉他是, 他有问我, 还是230万的价格上限吗? 我说, 因为方亚丹转和秦天合作, 所以今天公司开会, 又加了30万, 我老爸把嘴里的饭都喷了一桌子。 范建明笑了笑眉吭声。 范总, 黄耀武赞道, 你可真是大手笔, 看见我老爸那样子, 我就想笑。 他们那一代人, 总觉得我们不靠谱, 我很想用实力打他们的脸, 可惜没有那个机会, 所以感觉跟着你特别过瘾。 对了, 等会儿我到咖啡馆下了之后, 你就回到公司, 跟周总和陈秘书商量一下, 看看他们同不同意, 你跟我一块出国。 没事, 我的事情我能做主。 周总那边我相信, 陈秘书那边呢。 放心吧, 之前我是没有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 现在跟着你, 而且又用我的长处, 他同不同意, 我都会跟你走。 女人算什么? 男人吗? 必须要有自己的理想和情怀。 范建明点了点头, 越发觉得黄耀武并不是个窝囊废, 之前活得跟废物一样, 主要的责任还在周亚平和黄汉斌。 只要他有了一种危机感, 或者说能够发挥他的长处, 他还是能做一番事业的。 不瞒你说, 你妈昨天向我借了钱, 准备给你买栋别墅, 让你和陈秘书早点把婚事给办了。 我不需要他的钱, 我要凭本事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和老婆。 行, 你挺男人的。 范建明说道, 等会儿你跟周总说, 我昨天借给他的钱, 就是提前支付给你的工资, 只要你跟我到国外去, 那笔钱不用他还。 他向你借了多少? 五百万。 那算我多长时间的工资。 看你的表现了, 表现不好是一辈子, 表现得好, 也许是年薪。 我去。 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吗? 黄耀武说道, 范总, 你放心吧, 我的水平不会让你失望。 而且我发誓, 这辈子, 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范建明伸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如果不是上一代人的恩怨, 他们一定会成为好兄弟的。 不过因为有了陈玲玲, 范建明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小兄弟。 范建明在咖啡馆门口下车之后, 正准备进去, 却看到一辆出租车停在身边, 方亚丹从车里下来。 范建明调侃了一句。 呦, 方氏集团的方总居然坐出租车。 方亚丹冷哼了一句。 好歹我还有一辆法拉利啊。 你呢? 送给老婆的还是一辆Q7, 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准备带到棺材里去啊。 我这是离家很近, 做出租更方便而已。 方亚丹走过来, 极其自然地挽着范建明的手臂, 忽然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沐浴的香味。 再仔细端向了范建明一下, 问道, 几个意思? 刚洗澡, 是不是午睡的时候, 哪个小美女来了一泡呀? 我去, 方总, 口味这么重, 毕竟你还没结婚, 说话的时候能不能斯文一点? 少在我面前装, 你的德性我还不知道, 从小就让邋遢惯了, 刚刚要是没做坏事, 好好的, 你会想到去洗澡。 晕呀! 方亚丹一句话, 真像是提醒了梦中人。 范建明过去一直以为, 完事之后, 只要把身上留下的女人的味道冲洗干净, 也就一了百了。 他还真忽视了,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在不该洗澡的时间里洗澡, 同样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范建明赶紧掏出手机, 给杨婷发了条短信。 你刚刚洗完澡, 千万别急着见刘云坤。 杨婷秒回, 怎么突然想到, 提醒我这事? 没看见我洗澡的时候, 没洗头发吗? 而且, 我会先到小区里转一圈再出去的。 嘻嘻。 我去, 都是老司机, 根本用不着我提醒。 范建明松了口气, 把手机放到了口袋里。 他们刚一进门, 马晓敏正在大厅里, 和客人们聊着明山的那块地, 看见他们进来之后, 立即笑脸相迎。 哟, 狼才女貌呀! 马晓敏笑道, 这感觉好像晚了好几年, 要是在读书的时候, 你们如此成双结队, 那得羡慕死多少人呀! 范建明下意识地打量了马晓敏一番, 看看他有没有洗澡。 马晓敏发现了范建明像是刚刚洗过澡的, 同样别仔细打量了方亚丹一下。 四目相对的时候, 他们两个不约而同地忍不住扑痴地笑了一声。 怎么了? 范建明不解地问道。 没什么? 方亚丹说道。 我和马晓敏互相打量着对方, 结果发现大家都没洗澡, 也就是说, 刚刚跟你在一起的女人肯定不是我们。 汉! 范建明没想到女人都这么敏感, 他越发觉得将来面对李倩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更多的此类小结, 稍不注意恐怕就容易露馅。 李倩倩毕竟比他们更会留意范建明的每一个举动。 开一间包厢吗? 马晓敏问道。 不了,方亚丹不要让马晓敏有搬弄是非的机会, 朝边上的卡座看了一眼。 我们就坐这里吧。 下面太嘈杂了, 马晓燕建议道。 要不你们在二楼大厅选个位置坐下吧。 范建明点了点头, 跟着马晓燕来到二楼, 选了一个靠窗户边的位置坐下。 范建明坐在沙发上, 无意识地瞟了楼下一眼, 居然发现黄汉斌从一亮的土上下来, 不过没有进门, 而是站在门口, 像是等谁。 方亚丹点了两杯咖啡之后, 正准备开口说话, 范建明朝他示意了一下, 他转个脸去往楼下一看, 发现秦天也从一亮的土上下来, 主动地和黄汉斌握了握手, 两人一快走进了咖啡厅。 范建明笑道。 怎么, 你们这是分头行动, 是不是有什么骇人听闻的重大计划啊? 方亚丹嘴角一扬, 别想多了。 他是准备在江城发展, 身边总得有几个熟悉江城的高官。 昨天晚上, 黄汉斌主动找到的他, 他跟我说过, 今天想跟黄汉斌聊聊。 这么说, 秦天放弃了明山那块地。 哼, 你压得洗澡时, 是不是摔了一跤, 把智商给摔没了? 方亚丹不屑一顾地说道, 不是告诉过你, 秦氏集团最终会不会跟你争那块地, 现在就听我一句话吗? 说着, 方亚丹居然把高跟鞋脱下, 用那条雪白的大长腿, 直接架到了范建明的腿上。 汗! 早知这样, 还不如到包厢去。 喂, 秦天上来了。 范建明提醒了一句, 没事。 方亚丹连头都不回一下。 秦天和黄汉斌上楼之后, 立即走进了一间包厢。 没一会, 马晓敏立即走了过来, 显得很神秘地对范建明说道, 范总, 那个秦天和过去范氏集团的黄总来了, 他们怎么搞到一块去了? 范建明笑道, 没事, 你还不知道吧? 方亚丹方总和秦天跳了一支舞后, 两人现在也合作了。 是吗? 马晓敏显得尴尬地笑了笑, 看到方亚丹的一条腿放在范建明的腿上, 更尴尬了。 方亚丹却像没事人似的, 用眼神示意马晓敏在范建明身边坐下, 然后说道, 一块聊聊呗, 范建还剩下一条腿, 正好属于你。 不了。 马晓敏脸蛋一红, 提醒了一句, 你们都是江城的名人, 要不还是到包厢里去吧, 别弄得别人拍下视频和照片, 在微信群里到处乱发, 那就尴尬。 范建明一拍方亚丹的腿, 听见没有, 还不放下去。 嘶, 讨厌方亚丹把腿缩了回去, 却低声呵斥道。 你打疼我了? 马晓敏眉头一皱, 给了方亚丹一个无限厌恶的眼神, 一声不吭地转身就离开了。 我去, 什么态度? 方亚丹对范建明说道, 你压的口味真重, 连这种货色你都睡。 谢可比她她多了。 说什么呢, 谁特么跟她睡了? 拉倒吧, 不睡她, 你会请她到这里来? 我去, 你怎么知道这家咖啡馆是我的? 切, 没听她说吗? 江城满街都是熟人, 这点事还瞒得住我。 方亚丹突然起身坐到了范建明的身边, 一只手放在她的腿上, 问道, 哎, 说真的, 你们是谁勾引的谁? 别闹了。 范建明拜了她一眼。 就像你说的, 你比她可强了不止一百倍, 我要是有心情勾引她, 还不如直接勾引你呢。 方亚丹重重地捏了范建明的腿一把。 你压得还不承认。 承认什么呀? 范建明说道, 李倩倩天天天还问我睡没睡过你, 不然, 怎么会想到跟你合作? 切, 我就不信你没想过睡解。 方亚丹叹了口气, 我知道, 大家都是眼不见为净, 你压得, 要不是亲眼看见我给小白脸那个啥。 范建明点了点头, 同时也是为了让方亚丹彻底死心, 直接了当地说道。 知道吗? 那天我确实是被李倩倩给气坏了, 之所以当天, 跑到你那里去, 就是准备不顾一切地想把你办了。 可没想到, 我已经明确看见那一幕。 我去, 你压得也没谁了, 姐又不是要嫁给你, 就想跟你玩玩, 玩玩都不行吗? 说完, 方亚丹气呼呼地一屁股坐回了对面。 范建明笑道, 别闹了, 想玩有的是时间, 还是谈正事吧, 别等会儿, 秦天和黄汉斌都谈完了, 咱们俩坐在这什么都没开始。 方亚丹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正色道, 你老实告诉我, 你出那么高的价, 是不是故意放的烟雾蛋? 范建明觉得这个时候, 再要欺骗方亚丹,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他都不打算退股了, 说明还想与自己合作。 范建明想都没有想, 脱口而出地说道, 是。 方亚丹以为范建明会否认, 心里已经想好了一大堆说辞, 没想到范建明干净利落地承认了, 弄得方亚丹一时雨色。 片刻的沉默之后, 方亚丹才回过神来。 臭小子,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不实话实说? 你让李倩倩和吴文丽在前面放大炮, 自己在后边耍阴招, 咱们一共就是三方合伙, 你是专门坑我是吧? 范建明摇了摇头。 一次开会, 我跟谁都没说任何事情, 而且, 我的意向偏向于周亚平说的那个方案。 说实话, 当时我都没想到要跟秦氏集团死扛到底, 如果价格太高的话, 我会退出。 没想到李倩倩势在必得, 虽然说的都是外行话, 但却彰显出了他的大气, 所以我才会支持他。 方亚丹对了范建明一句。 废话, 用的又不是他赚的钱, 他当然无所谓。 范建明接着说道, 问题是, 那天晚上参加会, 秦天太过分了, 我真的不是在吃醋。 他的那种做法, 不仅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几乎是藐视我们整个江城的人, 所以我才志在必得。 方亚丹问道, 后来你就跟吴文丽说, 让他故意把秦天有可能出的价提高到两百万。 是的。 方亚丹不屑地笑道, 秦天还以为吴文丽是在坑你。 还是那句话,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不管是你还是吴文丽, 你们都不会坑我。 方亚丹突然又瞪起了双眼。 妈蛋的, 差点被你小子糊弄过去, 咱们就是三方在开会, 你压得要是相信我, 为什么不提前跟我打招呼。 你这明摆着, 就是不相信我, 认定我会讨好秦天而出卖你。 不然, 你放这个烟雾蛋干什么? 谁替你传递消息啊? 范建明笑道, 替我传递消息的人, 现在不正跟秦天坐在包厢里吗? 方亚丹这才反应过来。 你早就认定黄汉斌, 我明白了, 怪不得你对周亚平那么好, 我还以为你小子有恋母情节, 等着机会想把他给办了。 原来你把他留在范家, 就是故意让他坐卧底, 好把你的假情报传送出去。 你压得也是谍战影视剧看多了,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 范建明解释道, 周亚平肯定不会做那种事情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他儿子参加会议的原因。 他儿子跟黄汉斌在一起住, 父子两个晚上什么话都不说。 我去, 当时我就想, 黄耀武屁事不懂, 这种会议你怎么会让他参加? 原来你还留着这么一手。 本来我想事先跟你通气的, 但又怕你知道的太多, 反而缩手缩脚, 把你直率的脾气在会议上暴露出来, 更能让黄耀武相信我们最后的价格上限, 就是在会议中争论出来的, 绝对不是在故意下套。 你这狗日的, 能利用的人和事你都利用上了, 以后跟你交往, 姐姐我真要多个心眼, 否则, 被你小子卖了还替你数钱。 范建明笑道, 我这人没有其他优点, 一是怀旧, 二是将心比心,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诚心要算计你什么, 所以我相信, 你也不会算计我。 即便你现在已经跟秦天合作, 而且他到你家吃午饭, 恐怕已经打算追你了, 我依然把底牌都告诉了你, 这就证明我对你的态度。 姥姥, 方亚丹端起咖啡杯, 做出了准备, 把咖啡泼到范建明脸上的样子, 但没有泼出去。 要不是, 姐姐给你打了电话, 你压得会这么老实, 把底牌告诉我。 范建明摇了摇头, 如果你真觉得, 我会算计你的话, 我还会跟你合作吗别忘了, 我提出跟你合作的时候, 秦天还没到江城来。 再说了, 我就不说你当初也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也不管你是不是出于想得到张国栋的目的, 我回国的第一天穿成那个样子, 你能停下车让我上车, 并且拿出几十万让李倩倩嫁给我, 跟我生孩子。 说实话, 如果我真的在国外没混出名堂, 你对我所做的一切, 简直让我粉身碎骨, 也难以回报。 再回想起, 我们从同学到现在, 虽然读书的时候你不待见我, 可你也从来没欺负过,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仇恨。 别人把我想坏一点可以理解, 哪怕是那些我从来没放在眼里, 他们觉得我在他们面前装逼, 我都懒得跟他们解释。 但我怎么都想不明白, 你怎么也觉得我会害你, 坑你, 跟你过意不去呢? 方亚丹当然知道, 范建明没有理由害他, 坑他。 所以, 范建明出国之前给他打电话, 问他愿不愿意合作的时候, 方亚丹几乎都没犹豫。 也正因为如此, 在得知范建明是在给秦天下套, 而且, 秦天也不可能出更高的价格, 可李倩倩却势在必得, 加上范建明又在和秦天斗气, 方亚丹估计, 这块地的归属, 最终必将属于范建明。 方亚丹看到自己的父亲和秦天越谈越对路, 两人几乎决定重新再去寻找新的项目, 方亚丹却留了一个心眼, 他愿意在这块地上与范建明合作。 这就是他为什么急着打电话给范建明, 让李倩倩不要退股的原因。 既然市里把这块地当成了一个噱头, 肯定会重点保护和扶植的, 就像秦天所说的, 这块地有可能牵扯到整个市区其他地块的价格, 市里怎么能够允许这块地的运作失败呢? 虽然方亚丹被秦天的外表迷住, 也愿意嫁给他, 但觉得在商业运作方面, 秦天还是缺乏范建明的大气。 何况范建明在他已经决定退股的时候已经说了, 只要他愿意, 不管他嫁给秦天与否, 下次有机会的话, 范建明还是愿意跟他合作。 方亚丹点了点头, 那就这么说定了, 这块地我继续跟你合作, 不过别说出去。 范建明不解地问道, 你要想合作, 咱们将来有的是机会, 这块地可涉及到我跟秦天的争斗, 你就不怕跟我的合作, 会影响你们的婚姻吗? 我结不结婚, 关你屁事。 你该不会认定, 姐姐我这辈子会赖上你吧? 我说, 你能好好说话吗? 好好说话的话很简单, 你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秦天是我生活中的伴侣, 这样可以吗? 范建明笑道, 只要你愿意, 我没有任何意见, 不过还有个问题, 那以后我们开会的话, 是叫你去, 还是不叫你? 方亚丹朝范建明翻了个白眼, 我开不开会有意义吗? 我早看出来了, 反正每次开会, 都是李倩倩打冲锋, 你在背后鼓噪, 时不时的吴文利还帮腔, 周亚平肯定为你命是从。 话也不能这么说, 有时你的意见也很实际。 拉倒吧, 我不提意见还好, 只要一提意见, 反而衬托了李倩倩的大气, 妈蛋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是她的托, 凭什么呀? 范建明笑道, 咱们要是拍下了这块地, 投资可不是小数目, 你既不参加会议, 对外还不想让别人知道, 你就这么放心, 我信你啊, 你小子又不缺钱, 对我又没有什么坏心眼,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好吧, 那就这么说定了, 今天那边, 放心吧, 只要我不胡搅蛮缠, 她是绝对不会跟你斗下去的, 倒不是她比你更大气, 她觉得你就是个神经病, 至少在这块地上, 你少了一个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不过, 什么? 秦天可是说了, 市里的高领导, 过去在省里就是管建筑的, 他这次到江城上任之后, 立即到全国各地去招商, 京城和沿海城市都去过, 秦氏集团也是他招来的客商之一。 这点倒是范建明没想到的。 他还以为秦氏集团是不是在省城的发展遭遇了瓶颈, 看到吴文利到江城来发展不错, 秦天也看中了江城的机遇。 弄半天, 他还是市里招商招过来的。 方亚丹接着说道, 秦天的意思是, 那块地最多只值90万一亩, 市里正是觉得招来了许多客商, 所以才把地价提到了120万。 他也有自知之明, 认为市里不可能仅仅因为秦氏集团来了, 就提高这么多地价, 一定还有别的竞争者, 所以他愿意当一个吃瓜的群众。 范建明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所以,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秦氏集团都这摇牛, 如果京城或者沿海地区还有客商来, 说不定地价还真能抬到200万左右。 亚丹, 那假如我们真的花200万把它拍下, 你这股还退不退? 你压得是不是有病, 我方亚丹是那种出而反而的人吗? 方亚丹把杯中的咖啡喝完, 重重地把杯子往桌子上一放。 你小子记住了, 不管多少钱你给我拿下, 我的股份还是之前的比例, 一个点都不能少。 说完, 他直接起身, 丢下一句你买单, 直接到秦天和黄汉斌的包厢里去了。 范建明耸了耸肩, 看到已经五点多了, 立即下楼找到马小敏, 让他重新放风, 就说, 有很多外国的客商, 恐怕也要参加民山那快递的竞拍, 而且他们是利用江城开发商的名义参加的。 也就是说, 他们只会在背后投资, 参加竞拍的时候, 只会用江城的公司, 参加竞拍会。 交代完毕之后, 他又给吴文丽打电话, 碰巧吴文丽在超市, 范建明让他把车子开到咖啡馆来接自己, 然后一块回民山小洋楼开会, 方亚丹推开包厢的门的时候, 秦天和黄汉斌正谈着投机, 没想到他会出现在这里。 秦天和方复聊得很晚。 方复觉得秦天很靠谱, 如果能招他做成龙快婿的话, 方复几乎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 秦天通过与方亚丹的接触, 以及和方复的深谈, 发现江城这个地方不仅出美女, 而且像方复这样老一辈的商人, 也是非常厉害的。 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齐全。 虽然江城是个小地方, 但做生意上的那些事情, 在大城市能遇到的, 在这里同样也能遇到。 有些时候, 小地方遇上的麻烦, 恐怕比大城市更难解决。 能在小地方出人头地的企业家, 不管是经营头脑, 还是个人魅力, 一点也不比大城市的企业家差。 这使得秦天收敛起了大城市人的优越感。 如果说她之前来到江城, 完全是因为高领导的招商引资, 那么现在她愿意留下, 则是因为方家妇女。 能够娶方亚丹为妻, 她没什么不满足的, 除了长相气质和家庭出身之外, 还有更多接触李倩倩的机会。 而方妇过往的经验, 以及她在江城的强大人脉, 对于秦氏集团的紧快立足, 无疑是一条捷径。 省城的总部发展有条不紊, 所以秦天, 有足够的精力和资金, 继续留在江城发展。 而她最需要解决的, 就是尽快搭建一个高层管理班子, 黄汉斌, 无疑是个最佳人选。 尽管方家妇女都跟明确表示, 她用不着租用写字楼, 在江城的分公司, 直接可以到方氏集团办公。 方家甚至提出, 让她入股方氏集团, 那样的话, 整个方氏集团, 等于就是她的分公司。 不过这中间有个问题, 毕竟她跟方家交往的时间太短, 虽然第一印象彼此都很好, 但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她决定在方氏集团办公没问题, 却要尽快建立一个自己的班子, 如果将来合作愉快, 她再合二为一。 离开方家之前, 在和方亚丹道别的时候, 秦天特意问了一下黄汉斌和范建明之间的过节, 方亚丹立即把她知道的一切, 都告诉了秦天。 秦天这才相信, 黄汉斌绝对不可能是范建明的人, 尤其是黄汉斌和范家之间的仇恨, 说不定将来她还可以利用上。 秦天回到宾馆找到了黄汉斌的名片, 约她到加州咖啡馆见面。 黄汉斌接到秦天电话, 顿时兴奋起来, 尤其是又得到了新的消息, 这就更加印证了她的说法, 范建明完全就是个疯子, 秦氏集团没有必要和疯子死扛。 两人来到咖啡馆的包厢之后, 秦天并没有为昨天的态度道歉, 她很清楚,老板跟打工者之间合作, 和与其他老板之间的合作是有区别的。 与其他老板合作, 讲究的是平等和互惠互利。 和打工者之间的合作, 必须要保证老板绝对权威, 两人做定之后, 秦天开门见山地说道, 黄总, 我希望你在跟我谈话的时候, 更直截了当一些, 像昨天那种谈话, 我确实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听下去。 明白, 黄汉斌说道, 我只是想把问题说得更透彻一点, 却没有考虑形容你的感受, 以后我会注意的。 虽然秦天已经知道了范建明的底牌, 还是明知顾问, 你为什么一口咬定范建明就是个疯子, 而且那么坚定不移的, 让我们不要跟他竞争。 那我就按你的要求, 用你喜欢的表达方式表达吧。 黄汉斌说道, 昨天范建明开会的结果是, 准备用230万, 拍下那块地, 除了疯子, 谁会出那么高的价? 秦天笑了笑, 那也不一定, 就说我们秦氏集团吧, 为了在江城尽快立足, 说不定也会出到那么高的价, 就算最后没拍下来, 至少我们也让江城的人知道, 秦氏集团的实力, 可不是嘴里说说的。 听到他爆出230万的价, 秦天不仅不吃惊, 反而能说出这样的话, 黄汉斌已经有心理准备。 他相信, 如果昨天他说出这个价, 今天一定会瞠目结舌的。 但今天听黄耀武说, 方亚丹已经投靠了秦天, 知道了这个底牌, 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但他今天带来了另外一个杀手锏, 他相信秦天听完之后, 一定会目瞪口呆的。 那么清楚, 如果他出到260万呢? 秦天摇了摇头, 黄总, 我知道你跟他们家有仇, 但也用不着这么贬低他, 范建明的智商, 真的像这样可以在地板上擦的话, 那他也混不到今天这个样子。 因为他的合作伙伴方亚丹, 转跟你合作了, 今天他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把价格的上限定在260万每亩。 秦天正准备伸手去端杯喝咖啡, 听他这句话, 巴搭一声把咖啡杯碰翻, 咖啡撒了一桌。 这个话题, 底辆肥伸手去端杯喝咖啡。